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谢谢大家 很感恩我们的院长黄良日教授给我很多发展的机会 还有很感谢同事们的互相照顾 还有就是学生们的爱戴 本校资深副校长兼教务长王润华教授受访时 说明本次卓越教师奖的领选标准 今年当然第一项的标准就是根据学生的反馈 教学的观察 教学的观察都是他同行比他资深的老师去观察的分数 把这个分数我们得到了以后 我们再传给院长跟西主任 让他们再打一个分数来得到第二个分数 所以这两个分数都是百分之五十 此外 董事长拿多张文强也率领董事们向全体教师鞠躬敬礼 感恩老师们平日的付出 他在致辞时表示 自己已有退休的意愿 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布 现在那个大楼有了 钱有了 我们也有一些出息啊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退休 庆典上也颁发了各学院的优秀学生奖 此外 学生代表们也带来丰富的表演 再歌再舞 让整个庆典在温馨的气氛下结束 其他出席的嘉宾包括 本校理事长张瑞发博士 校长祝嘉华博士 和董理事会成员 南方电视台 罗有强 郑国豪 江伟豪 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